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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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件森林綠的 也是threadshirt 但它跟剛剛那個不太一樣 它這個是比較傳統大學梯的樣子 小刷毛的感覺 但也不是到很厚重啦 然後這個logo在這裡 但大家看它這麼大 它其實是extra small的款式 所以他們家的衣服就是摸不著頭緒 好這件多少錢 這件原價也太貴了吧 這件原價要 兩百九十塊 然後一樣是六折嘛 所以省了一百一十六 省了也是四十千多塊 下一件是一件毛衣 這是黑色還是深藍色 黑色的 這不是高領 這是小高領 小高領很重要好嗎 它這邊這個螺紋是很厚實的那種螺紋 感覺這邊都會很暖和 然後它一樣是那個臉的系列 好可愛可愛 這件也省了一百一十二 它原價是兩百八 所以我覺得 這一次去買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好 這件才是真高領 這件才是真實的高領好嗎 給大家比較一下 所以差別是在可以遮住嘴巴 蛤 沒有人 沒有人會拿來遮住嘴巴 有沒有 這高度是有差的 這一件是一個 藍色的 毛衣 高領毛衣 然後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一件藍色的 高領毛衣 然後一樣有 這個小臉 也是很可愛 這一件居然也是省了 一百零八元 欸你看每一件都省將近一百塊 嗯 其實蠻多的 嗯 這一件是我在 acne買到最喜歡的 第一名 我最近就是很執著於 要買 夜賣色的 單品 然後我等一下還會介紹另外一件 然後它這一件也是 算很薄的那種 毛衣 然後一樣是有 一個小臉在前面 你不覺得夜賣色 穿上身就是看起來 氣質很好嗎 好 繼續 跟剛剛的有一點像 哪會像 完全不一樣好嗎 好雷頭 這件是那個 我們在倫敦的第一天還是第二天 第二天 一出門的時候 因為我朋友都說什麼 他說只穿短袖 然後我就 信以為真 但殊不知我真的太怕冷了 所以 當天就 進去 APC買了一件這個 線衫 然後他這個線衫呢 非常的好看 他這個夜賣色跟該那個是完全不同一回事 但真的不同 因為他這件呢 是有混那個 亞麻的 所以 穿起來 他那個質感 跟他那個光影 是不一樣的 這一件是 7折 然後 然後 省了 52.5磅 也還不錯啊 但沒有剛剛那些什麼 省100 省100 這麼誇張 好然後下一件也是 APC 然後是一件 開金衫 cardigan 是深藍色的 然後 然後 我很喜歡這一件呢 是因為他的 那個 觸感 特別的 柔軟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他的 成分標籤 他是 90%的 棉 配上 10%的 Cashmere 所以 摸起來 特別的 舒服 這件是 6折喔 所以這件省了 76塊 但因為本來 那個 APC的定價就沒有 Acne那麼高 所以相對的 折扣省下來的錢 也不會這麼多 再來還有什麼 好 扣死 這件 反應家瓶如潮 家瓶如潮 我只能說 我的命定色 淺紫色 他到底算 他應該還是算 紫的範疇吧 淺紫色的 線紫 然後也是 折扣區裡面 挖到了 必須要跟大家 分享一件事情 是如果你很 喜歡的顏色呢 跟我一樣 都是這種 比較 不會有人去 購買的 顏色的話 就趁折扣的時候 再去撿便宜就好了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真的 一般人 我覺得也不會買 這一件 是 五折欸 哇 五折 這一件原價是55塊 然後五折 所以直接省了27.5塊 這一件才1000塊 真的 要趁打折的時候 買 很棒 好 然後再來 是我身上的 這個也是 但這件是當季的 就沒有打折 但我很喜歡 他是 他也是 針織的 款式 然後是Polo衫 但他這個 Polo衫 是直接比較 開放式的領子 嗯 很一體成型 然後另外我很喜歡 他的 袖子這邊 你幫我放大一下 你看 袖子這邊 的這個 邊邊的這個 接縫處 很像 他就沒有什麼很直接很明顯的 接縫的收尾的感覺 接下來來分享褲子 但先講我身上的 我身上這件呢是 Sendro的 短褲 然後 這個褲子 其實他的長褲 兩個顏色 我都已經有了 但我在台灣沒有看過 短褲的形式 這件短褲呢 原價應該是 179 然後我估計 因為他上面沒有寫 到底折數是什麼 我估計應該是7折 所以省下了 53.7磅 快要2000塊 還不錯 然後加上是 台灣沒有的款式 我就覺得更棒 接下來這條牛仔褲呢 也算是我回 城之前 撿到的一個寶 APC的牛仔褲 然後我非常的喜歡 他是因為 他的這個刷色呢 就是很 正統的藍吧 然後 不深不淺 就不是那種 深藍色 也不是很淺的那種 然後他沒有任何的 其他的加工 沒有其他的刷色的處理 就是很純粹的一條 直筒的牛仔褲 我記得原價是 因為他這上面沒有寫原價 但我記得原價是200多 然後 這一件 是FINAL SALE 70塊 70塊耶 70塊 乘以37 這件才2590元 非常非常的划算 超開心 接下來兩件算是這一次 就是 那個 購物的小亮點 反正我們出國前 我就一直說 我要 我一定要逛到這一家店 Nanushka 一直說一直說 因為他們就是賣這種 嗯 素的 皮衣皮褲 很專門的店 當然他也有 欸唷 這邊有 莉拉的毛耶 真的耶 他們就是很會做這種 皮衣皮褲 然後是用 素的皮來做 但是他的 整個 觸感呢 跟 嗯 肉眼看起來的感覺 又非常的像真皮 但很不幸的呢 Nanushka的 收據 好像是我唯一一間 沒有 保存好的 像他有人說 很像剝皮辣椒 對 有人說 綠色的很像剝皮辣椒的 褲子 像嗎 好像 欸 但他真的很時髦好嗎 第一件 是 COLS的 均綠色的 鋪棉外套 然後 這個也是 楊當天 在商場裡面 突然一陣 不知道哪裡來的 含義 很堅持 快去買一件外套 然後我們就在 他的 就是 折扣區 找到 也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這件呢 原價是 99塊 然後也是打五折喔 所以是 49.5 1831 超美的 我跟你說 這件真的很水 我這次買到的外套 我自己都蠻喜歡的 雖然那個 樹木不多 這件是 Sendro 我跟你說 Sendro真的很會做 深藍色 他的深藍色 真的看起來 好有氣質喔 他的深藍色 看起來很時髦 然後他的材質 我覺得這個材質 還蠻特別的 就是滑滑的 但我有點說不出來 我最喜歡的是他的拉鍊 因為他拉鍊 不只頭是霧面的銀色之外 他這個拉鍊呢 是基本上很隱形的這種設計 要整個拉下來才看得到 原價是299 這件原價也蠻貴的 但是減了 89.7塊 所以最後是209元 這件是7折 然後 這種感覺很難打到折 對啊 因為這種很基本款 然後又很漂亮的東西 接下來是這個 他是鄰居 他的鄰居 是Theory 的米白色外套 我除了最近喜歡 燕麥色之外呢 我也喜歡 淺色系 或者是卡其色 這種比較大地一點的色調 然後 他 他外表看起來有點像是白色的 丹寧的樣子 但是 他的面料跟 Centro那一件 有一點異曲同工 就是都是輕薄的款式 然後又軟 這件我覺得非常有那種 挖到飽的感覺 原價是 270元 然後 折了108塊 所以也蠻多的 最後是162 最後一件也是這個 Nanushka 跟剛才那個剝皮辣椒褲是 成套的 是一個 短袖的 襯衫 然後前面有做一個 口袋這樣 他的下擺這邊呢 是布料直接切割 沒有收編的 我很喜歡是他 扣子這邊的 這個邊邊 是有滾一點細節 然後這件也是有打折的 但是我找不到手具 很抱歉 好 外套類就差不多到這邊 接下來來分享那個 香味有關的香水 跟一些那個吸收乳 這個香水就是我們 有看那個上一集 應該是上一集吧 VLOG 就可以看到 我有介紹它 它這個是 Everston 反正就是Everston的香水 上次就有說 它是The Ordinary的創辦人的儀座這樣 然後它的瓶身非常的簡單 就是全白 然後是霧面的 非常有質感 然後下面隱隱約約有一點 看到嗎 它這個品牌的刻字 好漂亮 嗯 很低調的設計 那它的包裝 我覺得也很簡單 它就是用瓦楞紙板 然後貼一個Label上去 很素雅 然後它的味道呢 是很 很 很 差跡 真的很瓦比撒比 真的很瓦比撒比的感覺 愛上的感覺 很沉穩 然後很低調 很木質調 重點是它這一罐不貴 它這一罐是38瓣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試聞看看 然後 然後 我其實總共買了六罐 然後我自己留一罐 就是覺得這個拿出去送禮 很不錯 接下來要來分享的是 這一個洗手乳的品牌 那天我跟我朋友去吃飯的時候 然後那個餐廳的洗手乳 它就用這個牌子 但是它用它自己的罐子裝 然後就很香 後來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就在Instagram上面私訊那間餐廳 我說欸 我前面還在那邊說 欸你那餐點真的很好吃耶 對了 但是我想要請教一下說 你的那個 對 先稱讚人家 然後說出你的內容 沒錯 就說想要知道一下 你的那個洗手乳用的是什麼牌子 因為我們當天三個人 洗完手之後 都覺得哇太香了 然後跟它的那個香非常非常的持香 後來就找到那個品牌 是 是Noble Isle 然後我們剛好經過Harrows 就去裡面找 真的是天助我也 它那時候在單一特價 一瓶是9.9 9磅 或是9磅之類的 然後 非常非常的香 我買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 Bath & Shower Gel 但我就拿來當洗手乳 然後另外一個是Bubble Bath & Shower Gel 然後它這個Bubble Bath非常的厲害 就倒一點點 然後開水 走走走走 泡泡超級超級的多 那精品鞋呢 都沒有折扣 都是原價 然後第一雙是這個Margella Replica 休閒鞋 非常的好看跟白搭 我很喜歡它的這個底呢 是橡膠底 然後 但我至今還沒有穿過啦 感覺應該是蠻舒適的 然後它的這個鞋面呢 是有脊皮跟皮革去拼接起來的 它的內裡這邊 都是 我覺得應該都是皮革 包含鞋舌的 上方 這裡也是皮革 所以穿進去 腳這邊都很舒服 那另外就是 它雖然有用鞋帶 但是它裡面呢 裡面這裡呢 其實是 這裡這裡 其實是彈性繩 它兩邊都有 所以如果不綁鞋帶的話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可以直接穿 剛才忘了講 還有Margella 其實還有買了一副 墨鏡 然後這個墨鏡呢 是跟那個Mikita 聯名的款式 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非常的漂亮 這應該算是壓克力 然後是透明的 壓克力 然後它是霧面的 所以我個人是 非常的 激賞 這個霧面的材質 這一支我覺得主要是 造型感很強 但是不會 氣 氣 氣 聖 聖氣 聖氣靈人 沒有聖氣靈人那種感覺 再來是 TOTS的 新款的運動鞋 我非常非常喜歡它的外型 它這個底呢 就是有那個 TOTS他們家的這種 本身很經典的 痘痘鞋的元素在裡面 然後很厚 所以穿起來非常的高挑 就是比例會看起來蠻好的 然後前面 尼龍跟麂皮拼 然後旁邊還有用黑色的皮革 跳色 另外它的鞋墊 我也想要介紹一下 它的鞋墊是 厚 有厚度 然後有一點類似 記憶的那種感覺 最後一雙是這個 PRADA的 Lawfer 這一雙就是堪稱 雖然沒有折扣 但真的是划算到不行 我買的時候是 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價錢 我買的時候是828 合台幣 約莫是 30340元 來我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雙在台灣的官方售價 台幣4萬元 整整省了將近1萬塊 而且這還是 沒有辦法退稅的情況下 就知道有多麼的划算 我買完隔天就立刻漲價啦 這雙鞋就是非常的 Classic的感覺 又很好看 然後底也是 後底 前面就是它的 三角金屬Logo 然後很簡單的一個Lawfer的樣子 但是我不得不說 我那天穿了第一次 它目前就是一雙 捕獸夾 它這個裡面的構造呢 就是它是一片斜舌 然後裡面 是有鬆緊帶的 看得到這個鬆緊帶吧 它的問題不在於 你穿的腳旁邊會被磨啊 不是 是它的這個鬆緊帶太緊了 腳要入鞋那一剎那 很緊 然後它上面的鬆緊帶 就會很貼合著腳背 彷彿就是有緊箍皺在那邊 所以我目前還沒有辦法很適應它 最後一部分呢 就是精品包跟配件 我這次只買到一顆包 然後就是勾芽 這個是楊璇的皮夾 然後這是一個很經典的 巴卡的皮夾 然後外面是它的 就算是黑色配焦糖色的花紋 然後裡面就是純焦糖色 做工我覺得基本上是看起來都還不錯 接下來換我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盒子 我覺得它的盒子做得超級超級的細緻 本身呢是有這個燙銀之外 它盒子的後面也有寫是 Made in France 然後 它的盒子上面呢 隱隱約約有做出它的這個 這個 Monogram的樣子 很細緻很細緻 然後我選的是灰色的一個 M字型的 M字型的錢包 可以放的卡片的數量 嚴格說起來應該是七張吧 就是這邊可以放兩張 然後後面還有一層 然後中間這邊也有一層可以放 然後對面一樣是對稱的 然後兩邊我現在的規劃就是 一邊是放錢 一邊是放零錢 我是非常非常喜歡它的這個 灰色的這個形式 那它一面是有拼這個灰色的皮革 另外一面是沒有的 接下來來講 這次唯一買到的一個包 然後也不是我原本想要買的那個 是一個油拆包 然後 顏色呢 一樣是黑黑配焦糖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配起來算是很特別 就是一般路上比較少看到這樣的顏色配置 然後它就是一條背帶 旁邊有可以調節背帶長度的 那我目前已經用到最短的那個 那我是165公分 我覺得還稍嫌長一點點 所以如果比165公分還要小隻的話 可能就要考慮自己再去打洞 那它這個背帶旁邊的縫線都是用 有點米白色的縫線 看起來還蠻跳色的 然後五金的話都是用銀色的 還不錯 它前面呢就是它這一個蓋子 裡面呢就全部都是焦糖色 現在最重要就是包身裡面的空間啦 反正我覺得它蠻好用的 因為錢包就這樣子裝 然後它後面呢這裡 後面還有一個小夾層 可以放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我最最最喜歡的是 它這邊前面有兩個小口袋 這邊我通常就是放我的 涼糖啊 牙線啊 護唇膏 然後另外一邊就可以直接放酒精這樣子 容量整體來說是還蠻足夠的 那我們現在要來總結 我這次大概省了多少錢 來算一下 算完了算完了 一共省了 然後我匯率我用三十七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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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省了 一共省了 省很多欸 一共省了 省很多欸 所以我真的覺得折扣季的時候 然後去歐洲一趟 還蠻值得 但我下次要去 有退稅的國家 十二月好像 都會大打折 我希望 我先許願我今年 許願 反正這次就是分享到這邊 然後我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多 更不一樣的 那個主題跟大家分享 然後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有任何問題 或是 對於買衣服 尺寸 什麼品牌 想跟我討論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 到我的instagram 來私訊 問我 如果我能回答你的 我都會回答你 好 就這樣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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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